哈喽大家好,我是Tina 欢迎收看Tina的小资竹 小资竹财经分享与工商服务 本周我们工商服务的时间 本周要推荐的是幼稚 那我们幼稚的农产品联络人是陈建隆先生 他的联络电话是0928-767-627 我们农产品的照片就是这个水嫩多汁 而且又饱满的幼稚 那高修市区是免运费 也可以面交或送到家都可以哦 只限高雄市区才有的服务哦 特定的哦,超赞的 那推荐幼稚农产品的理由是因为啊 我们体恤农民种植很辛苦 所以想说透过产地直销 直接就可以购买到 新鲜物美价廉的好农产品 为消费者节省荷包 避免掉大中小盘的层层剥削 那再加上中秋节到啦 疫情严重 又有什么非洲猪瘟的黑心商品在外贩售 那当然就是当季盛产的幼稚 是送礼制用两箱仪是最佳的选择 而且幼稚又富有很多的维他命C哦 而且又是产地直销的 农产品介绍 这个又这批幼稚是花莲超过40年生长的老优素结果的哦 那我们这是一箱10斤重 一箱特价430元 那如果有订购两箱以上会有优惠 那数量有限要买要快抢购中哦 那产品订购的方式 我们产品联络人是陈坚荣陈先生 那他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9点 那电话是0928767627 那产品的网址我们将会在影片底下下方介绍 会放上哦 那一样就是高雄市区是免运费可以面交或送到家服务 那如果是外线市的话 一箱就是80元 那详细情况我们可以请店家联络人陈坚荣陈先生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财经分享的主题 那分享主题前我们都会有来个小叮咛 投资都会有风险 Tina的小蜘蛛小蜘蛛财经分享 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投资推荐或建议哦 这次这周我们要谈的是新手潜谈投资理财 投资理财都会有风险 那投资也都会有风险 投资要用闲钱 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但真正能做到的有几人呢 所以啊在投资前一定要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理财 那理财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 一定要找出最适合自己的 那Tina在这边有推荐几个 推荐先推荐一个 那之后会再慢慢找出一个适合新手的 理财方法给放上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次分享的是超级新手入门的理财方法 就是阶梯式的存钱法 那阶梯式的存钱法分为两种 第一种稍微难度高一点点 它就是以周为单位 就是每周比上周多存10元 那每周存一次钱 那比方说第一周存10元 第二周存20元 第三周存30元 以此类推到第52周就是要存 那一周就是要存520元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以天为单位 就是一天比前 当天要比前一天多1元 就是比方说第一天存1元 第二天存2元 以此类推365天就可以存下66795元 那这个资讯呢 我们来自于商周财富网 那Tina挑选了很久 觉得这个是最适合 刚踏入社会的上班族的社会新鲜人的超级入手 超级新闻的入手理财方法 阶梯式存钱法 就是让一些社会新鲜人可以有一个额外存到一笔小钱的那个方式之一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QA的部分 有人问说Tina做的内容都是否新手 对你要永远当个新手 你才能将心比心体会一个新进入门菜鸟 不管是菜鸟还是小白的一些心情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以新手的内容为主打这样子 那入门理财观念能否再做新增一点 会再多挑选筛选 就是更多合适新手范本的那个理财方法 那建议还是最后还是要 还是建议大家要尽量找出最适合自己的 比起钱财是自己的 要自己的钱财自己理 对那Tina这边分享的都是仅供参考 不见的人人都适用 那你参考那你就可以从中 从Tina的分享过程当中 然后找出适合自己的 那你可以Tina每分享一种 你就去试试看 或者是自己上网找其他一些 或者是跟一些其他身边周到的朋友去分享 那去询问 那他如果他们给你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是出来觉得适合自己 你就着手去用 对一定要找出适合自己的 别人分享都是别人的经验 那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的适用不知道 这些都是不一定的 对所以说Tina的分享永远都是仅供参考 那最后投资都会有风险 上述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投资推荐或建议 若有喜欢Tina的小蜘蛛小蜘蛛财经分享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Thank you watching